嗨,我是宝可梦 终于来到了我们这个存钱投资奥义的最后一个单元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ETF的投资数 报酬率居然有6%到10% 那这是保守估计就是6%嘛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说 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投资商品 那也要跟大家讲说 这是我最喜欢也最常使用的一个投资的商品 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那今天呢就是利用这个我们的单元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说 为什么宝可梦最喜欢的是ETF 好吧,我们继续往下走 那在本系列的影片里面就是存钱投资奥义里面 我们介绍了好多的单元 终于来到了我们最后最后的part 也是最重要的part 一开始先跟大家介绍到了这个所谓的活储定存的差异 然后还有数位账户跟存网银的这个所谓的征战时代的到来 那接下来有介绍到基金的投资模式 再来还有股票 那最后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所谓的ETF 都非常的精彩 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什么是ETF ETF的话这照上面的字样解释就是 Exchange Trade Fund 它是指数股票型基金 那它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它有好几个不错的特性 就是说它的成本很低 然后它里面的这个所谓的经理费内扣费的这个成本 其实跟基金比起来是相对比较低的 好那到底低多少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看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看 然后呢 再来的话就是说 它其实可以在这个股票市场做交易 我觉得是很棒的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是跟基金公司买的话 它其实中间还会收一些费用是比较高的 甚至你是跟银行 或者是投心业者买的话 其实都算是比较贵的 但是如果你是可以在这个证券市场上交易 你其实是相对比较低的 但是低多少呢 我这边后面也有一些数字 然后我们等一下来看一看就对了 好那我们继续下早 所以ETF真的是我觉得 是很适合我们小资组去使用的一种所谓的投资工具 好那ETF的特点呢 它有两种 两个这个所谓的项目 第一个就是说它是最被动来追踪这些特定的指数的共同基金 好那它其实跟一般的基金不一样的地方是 其实我们一般基金都是有一些特定的目的性 比如说是区域型的 或者是说成长型的 或者是高受益型的这种所谓的商品 那它其实都是属于那种所谓主动式的 它是目标是要打败大盘 然后想要创造出高于优于大盘的这个所谓的受益的部分 好所以这个是基金的特性 那ETF的话没有 ETF其实它最基本的 最单纯的特性 其实应该就是追踪或者是复制指数 这其实是一个相对而言的话 算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操作策略 好那再来的话第二个就是说 它可以在股票市场上面挂牌 可以任意交易 这是刚刚有讲到的 所以如果你要买0050或0056之类的这些ETF 那么你其实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股票市场里面进行交易 在台股上面就可以买了 甚至现在有些券商也有提供这个所谓的定期定额 买台股 买这个所谓的指数的这个功能 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大家都可以参考 比如说那个我们现在有在合作的这个所谓的 永丰金证券 它这个封存股或者是国泰证券 它也有提供类似的这种定期定额 然后去购买台股 或者是定期定额存股的这个服务 我觉得都是对于小智子来说是非常非常方便 然后很快的就是可以投入市场的一种做法 所以这也是ETF的特性提供给大家参考这样子 好继续 接下来的话呢 来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其实共同基金跟ETF其实还是有差异的 那它的差异到底是在哪边呢 其实共同基金又把它称之为所谓的主动型基金 台湾在贩售的大部分都是所谓的主动式的操作 因为它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优于一般市场的报酬 所以它有一个这样子追求的动作 所以它就会有所谓的选股的策略 有进出 所以频繁的进出其实你的成本就会变高 所以它的报酬率一定要优于大盘 它才有可能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 但是大部分的基金 其实你都没有办法去预测说它到底是真的很厉害 或者是说你现在如果它你看到广告讲说 它现在就是很厉害很最新兴的一个当红炸子机 你现在去买你就买在高点 所以也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人家都是拿过往的绩效好的 然后来跟你推销 那你如果真的听了理专的话去买 那其实你就是买在高点 所以我觉得你要看到一个产品在低点的时候去买 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共同基金这种所谓主动式基金 对我来说我觉得它就是困难度很高 我很不擅长去操作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没买就必亏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这样子 还是大家都这样子 但是你们其实也可以去看一下 你们自己操作的奇效真的是大赚钱 这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管理费用的部分 共同基金它其实就是会收1%到3% 其实都还算蛮贵的 你自己去看那个基金的公开说明书里面都有写到 那ETF的部分就不一样 ETF它其实都是0.1到0.3 甚至海外的ETF都是0.09 低于这个数字 就是都比我们这个所谓的 我们台湾的0050-0056的 这个所谓的手续费 内扣费的部分都其实是还要再低的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部分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再继续压缩 然后可以把更多的利润放出来给我们的消费者 这样子 那共同基金就没有办法 共同基金因为它有一些主动式的管理 所以它可能费用就会比较高 但事实上 你想想看你在银行放定存都是可能2.6% 最高2.6% 但是也不会额度太高 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我觉得共同基金收的这个费用其实都是有点太高了 除非它要创造出超额的报酬 不然的话我觉得你支付的成本 其实相对ETF比起来都算是有点高的 那第三点来看一下这个交易手续费 交易手续费的话就是 其实你在不同的平台买会有不同的这个费率的部分 那之前在基金的单元的时候有跟大家介绍过 就是其实你跟银行端买 跟你在这所谓的聚合买基金 这种所谓的通路端买 其实还是有显著的差异 因为银行的话 它还是会跟你收一些保管费啊等相关的费用 所以它其实是更贵的 所以如果你是要买基金的话 我建议你可能在基附通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中租 这个中租基金嘛 或者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聚合买基金买 其实都会比较便宜一点 那他们现在不电视都会推出一些所谓的 终身零手续费的活动 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想要节奏你的成本的话 那你就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 然后赶快就是有活动就赶快开户 有活动就赶快下单 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上车 然后才能够省下更多钱 就是这样子 那ETF的部分的话 因为它其实是在这个所谓的股票市场做交易 所以它就是照我们上一个单元讲的 股票的交易的机制来讲 基本上就是说 它的交易手续费是0.1425 0.1425 就是这个数字 那当然你开不同的券商来做交易 它会有一些折扣 通常都是5到6折左右 所以你都还可以再乘以0.5 所以一买一卖就是0.1425 乘以2 然后再乘以0.5 所以大概是这个数字不会太高 那一般的股票交易的话 那个所谓的证券交易税 是在卖出的时候收取0.3% 那我们的ETF的部分的话呢 它是收0.1 所以这基本上是更低 它的这个成本更低 所以 我这边才有写到说 其实它的这个所谓的交易成本 大概都是0.385左右 所以这个数字的话其实是比这个共同基金还要再更低的 那当然如果你共同基金你是使用平台上面的优惠 然后它是终身0手续费 那也许你的手续费就是挂0 那你当然就是比ETF的交易就是还有优势 所以 这部分的话就是 共同基金跟ETF之间的差异 大家就是可以再做个比较 你就会知道说 到底哪一个比较适合自己 这个成本上的话就是自己可以考量这样子 再来的话呢 下一个问题就是 讲了这么多ETF的好处 那到底ETF有哪些种类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很好奇说 到底这个台湾发行了多少股 多少种不同的这个所谓的ETF 让消费者可以做选择 那当然 这边的话呢 我举了四大类别来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海外型的 你可以买美股 港股 陆股 日股 或者是印度股之类的 这种很区域性的 它其实我们国内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发行商 他们都有发行类似的这个商品 但其实 我觉得它有点太细分了 它就有一点稍微背离这个ETF当初成立的这个所谓的种子 它其实就是一个简单投资的概念 但是他们其实把它分化成这么多不同的类别 它就会变成说 为了要去追追随这个所谓的现在的热门的投资标的叫做ETF这个商品 所以它又把它做了各种的不同变种或者是做包装 然后会让你觉得说 天哪 你好像买ETF你就可以就是赚钱 因为它的成本非常的低 但事实上它用了过于复杂的这个所谓的计算手法 去做这个商品的这个处理 其实我都觉得都已经完全背离这个ETF本身的这个所谓的设立的目的跟意义了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用这个东西来做高频交易 其实就跟你买股票一样 是没有差的 就是它没有办法帮你做到降低风险 或者是做所谓的这个投资的部分 你只是变成就是在投机 比如说 前面讲到第二点 商品ETF 商品ETF的话最主要就是有石油或是王金这样子的产品 所以前阵子不是那个石油大涨大跌吗 如果你有买这个石油的ETF 也许你就可以跟到一波之类的 那它的这个波动性当然是非常非常高的 就是说你要特别注意是像这一种 特定商品类别的ETF交易 它其实是跟国外的市场是联动的 所以你在台湾进行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挂单的交易 其实都是要在盘后 台湾就已经修饰了 国外才开始交易的时候才会开始 所以你要去特别注意就是 你挂的那个金额 会不会有这个溢价或是折价的情形 这个当然是将来有机会再跟大家就是分享这样子 那第三种就是杠杆型 杠杆型我也在之前的影片有跟大家介绍过 就是如果你是使用分期卡来进行投资的部分的话 其实已经有某种程度使用到杠杆 那在这边的话呢 其实如果你买ETF 它其实也有这所谓的 正二两倍或是反一之类的 这些东西 00501有反一的这个所谓的商品出来 这是杠杆型的ETF真的是很微妙 就是为什么要设计出这么复杂的东西呢 所以我觉得生意人就是为了赚钱 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所以你们要在使用或操作这些商品的时候 请你们一定要特别的去了解这些东西 那你确定是符合你自己的风险属性的 你要买你才去买 不然的话就不要看了帐上的这个名字 觉得好好听哦 那我就买了 错了 所有的功课你都要自己做 就是风险要自己负担这样子 那刚刚讲到就是反向型的嘛 SAP反一 T50反一之类的 这个就是会有所谓的跟我们所追踪指数报酬 就是反向的部分 就是比如说你觉得0050你JS看虽 但它一直往上涨 所以你就可以买反一 0050反一之类的来做这个操作 但事实上呢 它其实你去看它那个内部里面的 这个所谓的交易数据 你会发现 也许你可以自己做操作就对了 你不见得需要就是去买反一 因为它里面可能有80%是买债券 然后20%的部分是投资在这个所谓的 期货的部分 做对做的部分 那你需要的铺钱的部分 也许就只是那它操作的20% 那你不是自己去期货商里面买就好了吗 为什么还要就是整笔的金额 进去买这个所谓0050反一 因为0050反一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这个将来有机会再跟大家聊聊这个情形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台湾的ETF已经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变种 大家可能有上千档不同的ETF 除了最传统最基本的最终指数型的0050或0056 这一种以外呢其实也就是变化出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种类 所以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类别 可能就是因为最近这ETF真的很夯吧 所以就是所有的那个机构通都在吐出这个东西这样子 但接下来问题就是 那你应该要怎么挑选适合你自己的ETF 所以它其实已经变成是一种 就像我们基金有上千档 1700多档一样 你要你要怎么去挑 根本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买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你想要投资 但是你不知道要买什么商品比较好 所以我相信在ETF这一块上面 你也会遇到一样的问题 那我在这边简单跟你讲两个心法 在讲心法之前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在那个网络上截取的 就是到底有多少的这个所谓的ETF 你看这边随便来一下 你看0050原大台湾50 0051是中型100 中型100意思是全台湾前100大市值的公司都在这个ETF里面 然后还有0056啊 高股息的部分 它其实都会有一个自己判断的标准 这其实都已经不是所谓的指数型的基金 因为它是有人为的这个判断在里面的部分 包括就0051跟0056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它希望带给你的是优于市场的报酬 所以它有做一个预测的部分 但有可能这样子的人为操作 反而就会让你的报酬远低于所谓的0050 这种无脑去买的这种方式 所以我觉得你自己还是要特别的去注意一下说 到底你要买的什么台湾50 正二或者是反一 这样子的商品是不是真的符合你自己本身的投资策略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话也是 大家在做投资的时候一定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因为ETF的种类百百种 但是哪一种真的适合你 你就真的要想了一下 那在这边的话呢 我看一下往下走 好 我有两个简单策略 就是一个简单简单的策略来跟大家讲 很简单就是针对国内跟海外的市场 其实你就挑选两个最大的 其实就是台湾5050 SAP 500 它的连化报酬率其实就很简单的 就会超过这个6%的部分 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其实你很简单 你就是去网络上用关键字去做搜寻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这个0050的这个所谓的报酬率的部分 其实你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到 它所有的每一天的交易金额 那你可以就是拉一个表格 你就会知道说其实它的年货报酬率 包括就是股息在投资放进来的钱的部分 那其实都已经可以来到6%到7%到8% 这样子的收益水准 如果你是在2003年 它6月30号挂牌上市的当天就买了 它的股价是37 到现在已经涨到88块了 也许在将来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 可能又更高或更低不一定 但是它中间就已经涨了一倍了 所以你如果在2003年就已经投资一笔钱 到现在都不动 然后股息在投资股息在投资 其实你的那个总报酬率都已经是300%多了 那你当然除下来就是 除这17年的年货报酬率下来 大概就是7%到8% 所以我觉得0050其实也是 就是一般的小资主 真的不知道要买什么的时候 你就买这一支就好了 那请听我的话就是不要择时进出 单纯的买 这是比较好的 那以上的这些都是我个人的投资心得 并不代表说你一定要跟着照做 请你还是要有一个自己的思考 然后再来决定出哪一种商品适合你 所以这不是投资建议 所以请大家就是 卖小孩 就是真的要自己去投资 好吗 自己要去 自己要去思考 思考完之后再去做这个所谓的投资的部分 这部分真的是需要想过才知道的 那S&P500的话 大家都知道 这个标普500的意思就是 全世界全球前500大公司 通通都放在这里面 所以你如果追踪的是 S&P500之类的相关的ETF的话 其实你买到的就是全世界前500大市值的公司 好 所以这基本上的话 它的分散风险的那个力道又更强了 因为台湾的股市只占全世界的1% 所以与其买台湾50 重压台湾50 你也许可以拨一些资金 然后到美股去买S&P500之类的指标 也许对你来说 它的分散风险性是更高的 好 对 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那在这边就稍微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两个成分股 这两个指数里面的 ETF里面的成分股 就是台湾50的话就是0050 好 那它里面就有台积电 鸿海 中华电信 统一超商 然后金融股的部分就有 华南 富邦 国泰 台新 永丰 中信第一 这些通通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啊 是不是 我们平常就是 在生活当中都会使用到这些 这些公司的一些服务嘛 比如说电话费就是用 这个中华电信啊 然后我自己本身有在使用的 比如说富邦 国泰 台新 永丰 中信第一 银行的信用卡 全部都有在使用 那么银行 你所刷卡所使用的交易手续费 其实都是 挹注这个事业成长的这个资源 所以我觉得 你就挑你平常真的有在使用的这些企业 那么其实 你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 那你也是在帮这些企业在赚钱 所以买台湾50 0050 就是投资这些公司 这是最简单最无脑的投资方式 那如果国外的SP500的话 你其实就可以去Vanguard查 它那个应该是VOO吧 有兴趣的话就去查一下 就是全球最强的前500间公司 通通都在SP500的指数里面 比如说 Apple Facebook Google Amazon Amax 这个美国运通 可口可乐 好市多跟迪士尼 全部都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 你要投资的话 眼光放长远一点 的确是买这个SP500是很好的 那我自己本身在ETOR上面的交易 是以这个VT跟BND 这两个为主 就是全世界的股票 应该是全美国的股票 然后跟这个所谓的债券的部分 来做这个资产配置 我觉得也是很不错 因为毕竟美国也是现在所谓的成长的这个火车头 所以跟着它的话 其实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但是将来会发生什么状况 这个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觉得是否要去做这样子的投资决策 还是要你自己想清楚 确定了自己真的相信这样子的信念 就是人类的未来是越来越好 然后股市会持续不断往上成长 那么你才去进行这个所谓的投资的动作 就是这个样子 好来再来的话呢 就是其实这两档的报酬率简单的试算一下 就是这10年来算的话 其实台湾50是79 所以你把它处理10下来 就大概就是6%左右的这个年化报酬率 那么你S&P500的话 它其实会它的那个赚钱的那个幅度是更高的 所以它算下来 它的年化报酬率就76% 所以我们之前不是有跟大家在聊到 那个就所谓的所谓的富利的威力 如果你的钱是放在这些资产的配置里面 这是很简单的无脑的ETF里面 那么你会发现 其实10年之后你的本金就会翻一倍 如果你是7.2法则 7.2的话除以7% 就是10年会翻一倍 所以你放在这个 SP500里面的钱呢 在10年之后 它就会直接翻一倍 所以这就是所谓富利的威力 所以我也很建议大家就是 你知道了有简单无脑的投资方式 那是否就应该要更认真的去研究说 到底要怎么去购买 或者是说这个产品是不是真的适合我 那么你们就可以仔细的去思考一下 那当然如果你要接受主动型基金的召唤 然后去做这个选股 或者是说买这个主动型基金 我觉得也很OK 那重点是你要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东西 那这些东西如果是符合你的需求的 那么你再把你的资金投资进去都是OK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说 其实ETF也是有年花报酬率6%的产品 那在这边的话 其实就是简单举了两个例子 给大家参考 那当然国外的话不是只有SP500 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商品 所以你也可以就是花一些时间 去网络上搜寻相关的资讯 然后去做一下研究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年花报酬率有6%的商品 不会只有股票而已 也有ETF 也有基金之类的商品 但是你一样都要自己花时间 去理解这些产品 找出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这样子你才能够就是出奇制胜 这样子才出奇制胜 这样才能够就是真正的圆满的退休 好吗 就跟宝可梦一起退休 好 那本集呢 就是跟大家聊到 就是 其实也有一些商品 是有6%的 好 那就是跟大家聊到这边 那下一集的话呢 会继续跟大家聊 这个所谓的ETF 是否有哪些费用 或者是注意事项的部分 好 如果喜欢今天这支影片 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你订阅宝可梦的频道 并且就是 按个赞 然后公开分享给你的亲友好吗 在粉丝页上面分享 让更多人呢 就是理解投资 其实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无脑选择也有好的标的 好吗 好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